大家好,我是阿玉 今天来分享一个山药非常营养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在流水底下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放在案板上面将它切成小段 找一根筷子从中间穿进去 然后用刮皮刀绣掉外皮 很多朋友处理山药的时候容易引起手痒 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法 这样做可以不让粘液粘到手指 以免引起过敏反应 全部修好之后用刀背给它拍一下拍散 拍好之后再用刀给它剁一下 将它剁成小碎钉 这里也可以不用手拿一双筷子 然后将它放进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小碗小米 加入清水 将小米给抓洗一下 小米不用洗很多遍 一遍就够了 然后将水给沥掉 再加入清水 控掉里面的水分 准备一点红枣 再准备一点枸杞 将它们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将它们给捞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将红枣切成小块 将里面的盒给去掉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烧一锅水 水开之后下入小米 分享一个煮小米非常快速的方法 直接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调最小火 盖上盖子 焖大概十分钟左右 你看十分钟之后 小米已经差不多都开花了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山药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再加入红枣和枸杞 边煮边搅拌 煮大概五到六分钟左右 再往里面加入一块红糖 将它搅拌一下 搅至红糖融化 就可以关火了 一道营养早餐就做好啦 小米和山药像这样做 健脾又养胃 孩子都放假在家里 早餐可以试一下这种做法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 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